緊接著要討論的是課題錯誤 何謂課題錯誤 簡單來講 行為人對下手的目標 也就是行為課題的同一性產生誤認 我用這個圖來跟各位說明 我要下手的目標是B 但是我可能對B不是這麼認識 所以我把A當作B 而殺之而綁之 這一個叫做課題錯誤 我要綁的是棺木桑B 結果我物綁為棺木桑A 這一個我就稱之為課題錯誤 再看一次文字上的描述 行為人對下手的目標 就是行為課題的同一性產生誤認 以及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行為課題 與其真正在下手的時候 在客觀事實上所侵害的課題不相一致 所以又稱之為目的誤錯誤 即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行為課題 與其行為在客觀事實上所侵害的課題不相一致 這個稱之為課題錯誤 那我們舉四個例子來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例子跟第二個例子 在學說上稱之為等價的課題錯誤 簡單講你下手的目標是A還是B 基本上在法律上的評價沒有差異 這個叫做等價的課題錯誤 例三跟例四這個稱之為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來我們一起來看 色魔假男與男子疑女 於夜間潛入疑女加封 卻將疑女之雙胞胎妹妹疑女誤為疑女 而加以性侵害 那你要了解 這個我們為什麼稱之為等價的課題錯誤 因為你要知道他下手針對的目標是疑女 好本來他要性侵疑女 但是他實際上動手的時候性侵的是疑女 但是不管是疑女不管是疑女 遭到其性侵 我們都認為在法律上的評價是一致的 所以稱之為等價的課題錯誤 再看第二個例子 假遇殺B 所以他想要動手的對象 針對的目的路 針對的課題是疑 但是他把疑當作是疑 而持刀殺之 我們為什麼稱之為等價的課題錯誤 因為不管你動手殺的是疑 還是疑 在法律上的評價是完全相同的 針對的是相同的生命法義 所以我們稱之為等價的課題錯誤 那我們來看到等價的課題錯誤 在實務上還真的有不少例子出現 剛剛綁錯棺木商 另外你可以看到 小煞星殺錯人 各位 因為有人跟他發生紛爭 他要殺這一部車子的所有權人 所以他要殺的是所有權人 車子的所有權人 但是剛好這個車子的所有權人 把車借給別人 結果這個小煞星也不太認識 他認車不認人 結果他要殺所有權人 他把正在使用這一部車子的人殺掉 所以我們跟各位說明 殺錯人 等價的課題錯誤 再看一個知名的例子 幾種畫面 手曝光 不及連勝文 馬面求除死刑 根據馬面自己的說法 根據檢方的認定 根據法院的判決 這是一個課題錯誤 簡單講 馬面想要殺陳宏遠 但是因為競選台上 兩個人互換位置 他把連勝文當作陳宏遠 而設殺生 來看到 具體的事實是這樣子的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長子 連勝文助選遭槍擊後 第57天 驚心動魄的槍擊畫面 昨天首度曝光 板橋地檢署昨天宣布偵查 偵結該案 舉行記者會公布連勝文中槍的 血淋淋畫面 只見修首馬面林正偉 在前後短短七秒的過程中承凶 而連勝文被槍擊後 血流馬面 一副難以置信的模樣 檢方昨天因殺人的罪嫌起訴馬面 求除死刑 檢方認定馬面 勿將連勝文當成陳鴻元而開槍 最後一句話 檢方認定馬面 勿將連勝文當成陳鴻元而開槍 你要知道馬面要殺誰 馬面要殺陳鴻元 陳鴻元是他想要到手幹掉的對象 但是因為這兩個人在競選的造勢台上 兩個人換了位置 馬面從後面沒有看清楚這兩個人換位置 所以把連勝文當作陳鴻元而射殺之 那你要知道這個案子引起的風波很大 但是在法律上的評價 其實就是兩個人相同的生命反應 不管你要殺陳鴻元還是要殺連勝文 當然可能說馬面如果動手要殺連勝文 產生的政治效益可能是大不相同 但是從刑法的評價 從檢察官的認定 法院的審命 你要動手的對象是陳鴻元還是連勝文 基本上在法律上的評價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們稱之為等價的課題錯誤 你把連勝文當作陳鴻元而誤殺之 好!再看這個例子 謝憤搞烏龍 縱火燒錯烏 我要燒B烏結果燒成A烏 那我們還是告訴你等價等課題錯誤 可以嗎? 因為我們要動手的目標是 我們打算要動手的目標是B 但是我們真正下手行為的時候是A A跟B在法律上評價是相同的法義 那我們就叫做等價的課題錯誤 你要性侵的是贏女 結果性侵到贏女 你要殺的是B 結果殺的是A 那我們在法律上的評價完全相同 所以稱之為等價的課題錯誤 好嗎? 我再跟你強調一次 馬面要殺陳鴻元 但是因為兩個人換位了 把連勝文當作陳鴻元而誤殺之 這是課題錯誤 那我要跟你講 我們後面還會講到一個案 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打擊錯誤 我先跳到後面 跟你稍微講一下 什麼叫做打擊錯誤 打擊錯誤 基本上看起來跟課題錯誤很像 但是兩個是不一樣的 課題錯誤是行為課題的同一性產生誤認 今天我如果要下手的目標是陳鴻元 我把連勝文當作陳鴻元而誤殺之 這個叫做課題錯誤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動手的是連勝文 但是我射到別人 那這叫做打擊錯誤 可以嗎? 簡單來講 課題錯誤就是同一性產生誤認 把連勝文當作陳鴻元而誤殺之 這叫做課題錯誤 把A當作B而誤殺之 而我今天要動手的對象就是連勝文 但是我射偏了 這叫做打擊錯誤 打擊錯誤的前提是 同一性沒有產生誤認 好嗎? 我沒有把A當作B 我如果要下手的對象就是A 我沒有射到A射到B 這叫做打擊錯誤 好嗎? 我沒有認錯人 但是我技術不好 射偏了 打錯了 這叫做打擊錯誤 兩個是不一樣的 再強調一次 我把連勝文當成鴻元 誤A為B 這叫做課題錯誤 如果我今天動手的對象就是連勝文 但是射偏了 這叫做打擊錯誤 這個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兩個是不一樣的概念 等一下我們會再跟各位呢 再做一次說明 好介紹完等價的課題錯誤之後 我們看例三 例三跟例四就是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怎麼說不等價的課題錯誤呢? 色魔甲男與男子疑女 於夜間潛入疑女家中 卻將疑女父親秉男珍藏的情趣玩偶 這個情趣玩偶 即是真人誤為疑女 因為他認為這個疑女昏倒了 被離婚了 而加以性侵害 這個玩偶因而回族 你把玩偶當作真人和性侵 這個我們叫做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這個你可能覺得離譜一點 那教科書上常常有這樣的例子 誤諸為人而射殺之 簡單來講 這兩個類人 他要射的是三豬 但是採孤女在草叢當中晃動 晃動的樣子 那這兩個列 不以為是三豬 而射殺之 這個我們稱之為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你說動物也有生命啊 但是在法律上的評價是不一樣的 採孤女被射殺 生命法律遭到割奪 而三豬在法律上我們評價為動產之物 所以你把人當作三豬而射殺之 那我們稱之為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你覺得啊 豬會把他當作人 這個真的很離譜 真實的例子 還常常見到欸 你看到 《周國時報》 九十六以五月十三日的報告 半夜上山打獵 不遠處發現亮光 頭燈不為少爺 一槍掠倒獵勇 宜蘭山區發生獵槍誤傷案 來自黃朝亮與有人上山打獵 他要打的是山豬 打的是獵物 不把同伴大同鄉原住民張連春戴的頭燈 當成夜間發出亮光的獵物眼睛 一槍打中 髒了頭部 即送醫 仍重傷昏迷 皇后首次用獵槍打獵 第一發子彈就打到人 神奇民眾 懊悔不已 物諸為人 真實的例子出現了 我要打的是山豬 我不是要打人 結果 我把戴頭燈的同伴 當作是山豬 而射殺之 一樣的例子 在 101年又出現了 你看到 戴頭燈 把頭燈當成是獵物的眼睛 一槍打死 表姐夫 警方調查 林霧渠 屏東 林管處 潮州 工作站 巡山員 浦明生 十二日 何擔任 承包商工人的表姐夫 周德生 好朋友 秋廖松平 十二日晚上 工作結束後 三人決定一起打獵 在頭上戴火頭燈後 浦明生和表姐夫 周德生 各拿一把土制獵槍 秋廖松平負責 被物品資源 三人尋找獵物 但運氣不太好 早了一整晚都沒有掌握 直至前天十三日 凌晨一點多 發現疑似山羊的竹筋 三人拔腿狂追 浦秋相聚較勁 源在後方追趕的周德生 通過一處西床斜坡後 反而落到前方 而浦見前方不遠處 有一發亮點 不以為是動物的眼睛 他把他當作是山羊 舉槍就射 沒想到船來 人聲慘笑 表姐夫周德生重擔 子彈從左後背貫穿前胸 浦明生靠近一看 大驚失射 丟下槍 立即 立刻急救 但衣三勢太重 十五分鐘就死亡 你把野獸 你把山蘇 山羊 當作人 而射殺之 人 跟道產 我們在法律上 一個是財產法律 一個是生命法律 評價是不一樣的 所以叫做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好 那解決方式 簡單講 對 課題錯誤 我們剛剛跟你講 就分 等價跟不等價 來這樣處理 好 等價就是 另一跟另二 構成要見等價的課題錯誤 九構成要見 所欲保護之法義已關 如具有同等價值 極屬構成要見等價的課題錯誤 所以另一 要性侵乙女 性侵乘乙女 要殺乙 把柄當作乙 而殺之 另一跟另二 就是這個 等價的課題錯誤 依據通俗的見解 該等錯誤在刑法的評價上 可予以忽略 一級等價的課題錯誤 並不足以影響 構成要見故意 而能就成立 行為人主觀上 本欲構成的計稅法 色魔假男 仍然成立 加上強制性交計稅 而第二個例子 仍然成立 普通殺人計稅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告訴你 殺錯人也是殺人 好嗎 你要殺B還是要殺A 我們告訴你 都是活生生的兩個人 就算殺錯人也是殺人罪 所以各位同學 你要殺連勝文還是要殺陳宏遠 基本上我們在法律上 陳宏遠跟連勝文等評價是相同的 可以嗎 你如果要殺的是山豬 你把山豬當做人而設殺之 我要動手的是財產法 那我殺的對象是生命法 那當然是不等下 但是你要動手的是連勝文還是陳宏遠 我們跟你講啊 在政治的效率可能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法律的評價上是一樣的 你要殺的是連勝文還是陳宏遠 都是一樣的等下對待 來我們一起看 2010年11月26日的晚間 陳宏遠在永和國下舉辦選前造勢晚會 馬面在台下確認陳宏遠站在舞台中央後 持德國制式手槍從側面上台 迅速往舞台中央移動 卻沒注意到陳宏遠位置已變 隨即和換到舞台中央的連勝文拉扯 並開槍擊中連勝文頭部 不料子彈貫穿臉頰後 進彈射到台下 黃運勝右眼致死 所以各位同學 他要殺陳宏遠 但是陳宏遠換位置了 他把連勝文當作陳宏遠而射殺之 那我們跟你講 你就把他當作原來的犯行 而加以入斷 所以我們在法律的評價上 你殺的是陳宏遠還是殺的是連勝文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生命防疫 但是連勝文沒死嘛 所以是殺人未遂 而一槍又灌射到台下 導致黃運勝穿過右眼死亡 那你要知道 一行為觸犯恕罪名 所以是殺人未遂 過失致死 殺人未遂是針對連勝文 而過失致人於死則是針對黃運勝 短條地院 依刑事局測謊報告等 市政認定馬面當場遭制服 被帶回點點點點點 好這個你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念了 等價的課題出誤 好嗎 這個我再跟你強調一次 同一性產生誤認 這個叫做課題出誤 如果同一性沒有產生錯誤 如果同一性沒有產生錯誤 射偏人 我把陳宏遠當 我把連勝文當做陳宏遠而射殺之 我要殺的是陳宏遠 好但是我把連勝文當陳宏遠而射殺之 這個叫做課題錯誤 如果今天我下手的目標就是連勝文 但是如果射到別人射偏的打錯了 這個叫做打擊錯誤 這個你一定要分清楚 來 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就構成要件所欲保護之法易已關 人跟豬是不一樣的 不具有同等價值 極屬構成要件不等價的課題錯誤 所以例三跟例四 極屬遲等錯誤 依據通說的見解 該等錯誤在刑法的評價上 可以成立構成要件錯誤 而影響構成要件的故意 所以至多謹就過失行為而成立過失法 所以我們來看 例三 你要性侵的對象是疑慮 但是你真正動手加以性侵的是玩偶 玩偶被你玩壞了 我們怎麼評價呢 射魔假之不易乃在強制性交疑慮 而非毀損病男所有的情緒玩偶 第幾一 強制性交之不易 付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罪 沒有性侵成疑女 對疑女而言是未遂 而本法對於毀損行為並沒有過失犯的處罰規定 不毀損病男所有的情緒玩偶 並不成立過失回損等相關罪責 因為沒有 我們毀損只處罰故意 沒有處罰過失 好 那誤采孤女為山豬 誤人為山豬而射殺之 那你要知道 我們要射的是山豬 不小心射到人 人這個部分我們不是故意的 所以成立過失至忍於死 好嗎 對采孤女成立過失至忍於死 山豬 山豬是無主物吧 本來就可以列的